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银盘使用85%的时候会发出报警 这个方案我们最终没有采用 原因是最终医生协议查询到的数据没有办法每次保证是最新的 我们最终采用的协议是强抑制协议 这里做了一个实验得到了两个结论 就是说三块硬盘同时损坏的情况下 这个服务才不可以用 第二个结论是我们每次查询到的结果呢 可以保证是最新的 那左图的话我们看到就是当硬盘损坏的情况下 这个部长节点需要从集训中手动移除 那IoTDB在移除之前会将数据同步到其他节点 这样来解决这个数据执行的问题 然后我们的数据写入方面呢 架构主要是依托于卡不卡的消费 然后将数据写入到 将数据转成这个tablet的结构 然后呢实现一个单个点位批量的写入 我们的数据是永久存储的 那目前的话IoTDB单台节点的数据量 大概是在21G的样子 然后我们利用Hadoop呢 存放一个原始的数据 这里是因为我们算号量的这个点位呢 并不是所有的点位 只有一部分是算号量的 所以这部分数据会存到IoTDB中 那Hadoop的数据大概占了 我们的总共的量级是2.5T 然后我们目前生产环境 是总共是3.6万个时间序列 据统计呢 我们的峰值大概是每秒139M 峰值的这个处理能力呢 大概是在0.22毫秒 峰值的Io次数最高能达到193次 这条架构呢 我们总共付出了两个实例 这两个实例的一个运行效果的话 能达到吞吐是每小时8万多条 我们每条数据大概是1兆左右 然后这里的话 我也分析了一个赌场景的压力 我们赌场景主要是用在这个耗量计算上面 耗量计算方面的话 我们的这个调用时间比较固定 大概是5分钟能执行完毕 那总量的话大概是34万次的一个调用 然后我们呢是基于IoTDB 打造了一个实时数据中心 这里可以看到有三块区域 FCMS这个区域呢 是我们的一个厂务区域 这里存放的是PLC数据 然后中间这个数据隔离区的 这块是因为我们中芯国际对数据的安全非常重视 那所有这种跟办公网络相连的这些数据呢 都需要通过数据隔离区进行转发 那这里可以看到整个流程的话是 从网络端 从产物网络中 将数据收集起来之后 然后传到数据隔离区 然后数据隔离区我们放置了两台 做数据采集的应用 数据采集的应用呢 会将数据先写入到卡卡中 然后卡卡的数据会监听 通过消费监听程序呢 分别写入到IoTDB和 Hadoop中 Hadoop的数据呢 会通过建立外部表 然后在Hive中进行查询 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结构的话 是一个洋葱圈的一个效果 这里的话我们的数据推送呢 是采用的是REST协议 在这里的话我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的这个 我们大家都知道 互联网这个互联网行业呢 它有MQTT协议 就是刚才这位讲是一直强调的MQTT协议 MQTT协议 MQTT协议的优势在于 它的低贷款的情况下 能保持一个低功耗的方式来去达成数据传输的一个目的 但是我们的这个场景呢 我们整个所有的服务都在内网去部署的 那我们的这个网卡呢 也是万兆网卡 所以说我们在资源方面不存在什么问题 然后其次的话是 我们知道那个PLC的采集协议 总共分为两种 常用的是OBC和OBCUA协议 我们之所以没有自己去采集数据呢 我们是委托西门子采集的 原因是因为之前厂务里边出现过一次小的事故 就是说OBCUA协议呢 它支持读也支持写 我们生产是不能停的 但是如果是对生产环节中的某个传感器 进行一个写操作 如果写失败的话可能会影响生产 因为这个事故呢 我们就将这个数据采集的事情呢 委托给了这个西门子来去解决 也就是说 在PLC这部分采集呢 会通过他们部署的采集服务器 然后录入到他们的这个中央节点中 然后通过他们自己部署的这个服务呢 推送服务 然后将数据推送给我们 那拿到数据之后呢 我们会先通过写到消息的列种 然后将消息监听处理完之后呢 然后转成TableLite结构 然后写到IoTDB一种 那这里跟IoTDB连接的这块呢 我们用的是官方提供的这个Session 2 可以看到整个架构的话 是服务于我们两个业务的 一个是点位查询 一个是耗量的统计 接下来进入到这个核心的内容 我讲一下我们在IoTDB的一个实际的应用 首先我们第一个应用的话 是应用在这个SPC曲线的 我们的这个质量部门呢 我们希望通过 他们希望通过看到这个曲线图 然后来去评估我们的设备运转是否正常 同时呢 他希望看到我们的这个 设备的一个运转合格率是怎样的 所以说他需要去看CPK的值 那IoTDB呢 他提供了这样的一个采样函数 能够为我们提供这个小时级和分钟级的 这样一个采样 然后能帮助我们做这个设备点位的一个可视化 那同时刚才也提到了CPK IoTDB的这个采样函数之上呢 可以做一些聚合的计算 那CPK里面的计算呢 需要计算到标准差 那这里的话 这个SOCO语句就是计算标准差的 那基于IoTDB 可以充分地满足我们刚才质量部门的一些要求 接下来的话我介绍一下第二场景 耗量计算 我们通过Graphna进行分析呢 我们发现点位的曲线呢 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累计的 一类是非累计值 从这张图能看到 非累计值的话 它的这个每个点的值是不一样的 可能后一个点比前一个点还小 但是累计值的话是一直上升的 那通过分析呢 我们的耗量计算其实 有以下三个特点 就是能源的供应呢可能是分周期的 比如说有一些供应是一直在供应 比如说电 还有一些供应可能是分段的供应 比如说后面所提到这个研磨液系统 然后我们的这些供应的能源呢 有一些可能是一个容器 没办法不够用 可能会需要多个容器进行供应 就会存在一些多容器供应的情况 然后多个容器之间呢 也存在一些交替供应的情况 大致就分为这三类 首先我介绍一下电力系统的这个耗量分析 这里有一组数据就是 这个行业的龙头 它在2021年的一个耗电量 可以看到本导体行业的生产 在油电方面是非常高的 那电的承转器呢 总共分为两类 一类是记录这个顺时的功率 还有一类呢 是记录这个累计的电量 首先我介绍一下 顺时承转器的一个耗量分析 这部分呢总共是通过 计算这个阴影边际求和来去实现的 也就是转化成顺时的 通过转化成顺时的电量 然后连接求和 那我们顺时承转器的 大概是顺时的功率 那这里的话 IoTDB可以提供 计算这个时间差的计算函数 以及计算前后值的值值差的一个计算函数 通过这个可以求出顺时的一个千瓦时 然后这张图的话可以看到就是 每个阴影边际是一个顺时的电量 那这个SOCO呢 就是我们实际生产中所使用的 然后累计值的传感器呢 这个计算比较简单 就是算这个时间差之内的这个差值 那我们生产环节的数据呢 也存在一些缺识 就是有些时段数据可能是空的 这个有可能是因为 在推送的环节中 它就是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的话 这段时间数据入空的 这种情况下的话 就会可以用 IoTB的取前值的方式来进行解决 超纯水系统呢 主要是做这个芯片表面清洗的 这就是的话可以看到整个一个流程 一个工艺的流程 那纯水系统呢 它的供应主要是通过管道进行供应的 它有两端 一端是入水口 一端是出水口 那这两端都会放置一个传感器 它测量的是水的液位 它的耗量计算呢 其实也是通过计算这个时间差之内的差值 只不过它需要分别计算出 它这段时间之内的这个期视时间的一个差值 然后和结尾的一个时间差值 然后最后最终通过入水的减出水 这样的求得 接下来我讲一下大动器系统的一个耗量 大动器系统的话 其实主要也是在生产环节用于清洗的 它的供应呢是通过灌来供应的 通过这个右图这张图 能够看到它是在室外的这个罐子进行存储的 它里边的传感器呢 记录的是它的罐中的这个气体的重量 它的传感器是一个累积值 大动器呢 刚才也提到了 它是一个全时道功用的 它的这个计算耗量呢 跟刚才电量的这个累积值计算是一样的 都是计算差值 研光液系统呢 它的作用其实是 确保这个晶圆的这个光滑度 这个系统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些 它的原理是在通过多种原液 然后进行混合 然后加工成需要用处到机台的这个 这种混液 它工艺呢 是存在一些状态的 就是有一些状态是不供应的 然后有些状态时候是供应的 它是通过状态进行判断是否供应的 它罐中存放的这个是液体 所以说它传感器记录的是罐的重量 这张图的话是它的一个工作原理 这里显示了两个罐子 这两个罐子的传感器呢 记录了它的状态 那offline代表的是它不在供应状态 online代表的是供应状态 这两个状态如果相互交替呢 变更呢 就发生了一次切罐的行为 那另外一个罐子就负责供应 而前面那个罐子就不供应了 那它的一个计算的 它的一个耗量计算呢 主要是分为两部分 这里的话这张图可以看到 跟大动气的一个对比 就是大动气是一个抑制供应状态 但是颜默液呢它是一个 多个罐子分别供应的一个情况 所以它属于一个分时段供应 那这里讲一下这个 颜默液的一个耗量计算 颜默液的耗量计算呢 总共分为两步 第一步的话是 求它这个供应状态的一个时间范围 然后第二步的话是 将这个时间范围的这个 下降曲线的这个差值 然后做一个累计 这里可以看到这个 左侧这张图 有一些曲线是下降的 这里的话就是 我介绍一下 就是这个曲线如果是上升状态的话 代表它是一直在供的 就是一直在补给的 当发生消耗的时候 它的曲线是下降的 那有了这么一个原理呢 我这里讲一下 如何去计算这个 线上曲线的这个差值 然后计算它的耗量 这里的话我引用了一个公式吧 就是1加上1等于2 然后2来处于2呢 能还原出这个差值 那这个1 第一个1代表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1代表是后置件前值的绝对值 第二个1代表是后置件前值的不穷绝对值 那我们刚刚提到了就是 限量曲线的话 后置件前值一定是负值 那我们再公式改一下 1-1就等于2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的话 我们再将那个 刚才提到的这种上升过程的这个差值 带入到这个公式 就是1-1等于0 通过这种方式呢 我们可以将这种上升曲线的差值 剔除掉 只计算限量曲线的差值 所以时候可以看到 IoTDB提供了这种 差值的绝对值 和不求绝对值的一个函数 通过这种方式 就是我们可以求出像样曲线的一个累计的耗量 实际过程中的话 这个研磨液呢 在这个罐子中 如果存放时间过久了 会产生一些结晶 这种结晶的话 它有可能会划上这个晶圆表面 也有可能造成这个通道的这个拥堵 所以说会灌入一些水进行冲洗 可以看到这个Budy 这个曲线表霸的部分 然后后面上升的这部分 就是这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我们主要是通过 定义一个山下线 然后来规避到这部分 特企系统呢 它的作用 我这里也举个例子 假如说 我们把这个芯片的这个时刻呢 代表是一种就是拔钩开取的过程 它那个拔钩开取 留下的那部分就是芯片中的电路 那拔出来的那部分呢 需要做清理工作 这种清理呢 是通过特企清理掉的 这就是它的作用 特企的供应呢也是通过罐子 然后它也是属于一种 这种需要记录供应状态 来计算耗量的 它的传感器记录是 其体的一个重量 这里可以看上去下角 有两张图 有一张图 它是通过瓶子进行补给的 用完一个瓶子之后 会更换下一个瓶子 那它的这个耗量的计算呢 和前面所提到的研磨液 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这里就跳过了 然后化学品系统的话 它也是通过在生产工艺中 去做一些清理的工作 然后它也是通过罐子进行补给的 然后它也是和前面一样 它是一个这种 分时段供应的一个情况 那记录的也是关的状态 所以说这里的话 我也跳过了 那最后的话 我介绍一下就是 我们还有一个最后一个系统 是飞水系统 这个飞水系统的话 主要是生产环节 还有清理环节 清洗环节 所产生的这种飞水 这种飞水的话 最终会排放到 这个U土中的一个飞水室中 然后最终通过这个 车辆进行拉走 拉走的环节就是一个消耗 那这个传感器 记录的是水的一个实施 一个业位 那这个化量的计算方式呢 和前面所提到的几个系统 其实是一样的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讲完了 我这里总结一下 就是中芯国际呢 一直都是在做这种国产化的一个 就是做一个国产化的一个替代工作 就是说我们一直之前都是用一些国外的一些设备 一些机台设备 现在的话是逐渐地去使用中国的设备 那我们的软件呢 也希望适应这个趋势 然后通过这个趋势 我们使用到IoTDB 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数据库系统 那经过我们的很长一段时间的摸索呢 我们最终应用到生产环节 然后用到大半年的时间 那一直运转得非常良好 同时也为我们生产环节 各个module产生的一些 这种芯片的一些过程中 所产生的一些耗量 做了一些计算 为我们的生产提供了一些辅助作用 到我们的音量到此为止了 感谢大家的耐心听听了